《陶原明》 《陶原明》 陶原明 他很會做事 他有一首詩是說 《邪如在閻靜》 《而無車馬軒》 《問君何能耳》 《心願地治篇》 我剛講陶原明這個人不是佛教徒 但是的確是有個智慧的 我先簡單地解釋一下 《結如在閻靜》 就是造一個房子 在一個聚落裡邊 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 它不是造深山裡邊的 就是在一個村莊或者是一個城市 在那裡造個房子 《而無車馬軒》 但是沒有人來看我 但他以前他是做過官的 現在不做官了 沒有人來看他 那麼他自己怎麼解釋這個道理呢 他說 《問君何能耳》 《心願地治篇》 所以有人問你 為什麼你在很多人聚居的地方 都沒有人同你來往呢 是因為你不做官了 人家就不來看你嗎 他不這樣想 他說《心願地治篇》 意思就是說 我通邊遠離嘛 我通邊不來往 邊也不通我來往嘛 他這麼解釋 這個我因為他解釋的有道理 但是這句話啊 要是從佛法的內場來看的話 可以做不同的解釋 就是你的遭遇 你一切的遭遇 是你自心的反應 可以這樣解釋 當然這是佛法裡面的話 是這樣說 一切為先造 一切是心的變現 就是這麼一句話 但是這件事呢 都是心的變現這句話 只是說一個大綱 有綱要的這麼一句話 要是我們能明白這件事呢 應該再加上註解才可以 才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這個我說一件事啊 在唐太宗的時候 在四川有個李毅甫這個人 李毅甫這個人啊 就是從長安有個大官到四川去 不知道怎麼個姻緣呢 就讀到李毅甫的一篇文章 敢叫這個人是個有才華的人 所以他回來以後就向皇帝介紹 向唐太宗介紹 那麼當然唐太宗 這文章必須寫得好 那麼就把他請到長安來 做忠書捨言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呢 就是國務總理這個辦事處裡邊的一個職員 就是這麼一個人 到這來的時候他又寫了一篇文章了 不得了大家都傳誦 皇帝又看見了 唐太宗看見了 這個文章非常好 立刻的把他調到這個 升他的職位 給他的兒子了 就是唐高宗 那時候還做太子做老師 做老師 你看這就是因為文章好啊 人家就這樣的提拔他 那麼過了多久 唐太宗死掉了 那麼這個唐高宗名字叫李治 他就是繼承了王位 繼承了皇位 做了皇帝了 那麼做了皇帝以後 這個李毅福又回到中樞舍也回到這裡來 這個李毅福這個人呢 據他那個傳上的描寫 態度非常的謙和 和誰見面呢 不管是大官小官 是文官是武官 見到他對他都有好印象 大家都讚嘆他 唯獨有一個人不高興 就是長生無疾 長生無疾不得了 長生無疾是誰知道 是唐高宗的舅舅 是不是 你們誰讀唐書知道 他就是像唐高宗說的理 什麼什麼都不好 所以表面上是很好 實際上這個人 心裡面有個刀 就是像貓似的 你看這個貓走路 看得很可愛 但是他要兇起來不得了 所以大家聽他的禮貌 當然這個長生無疾這樣子 像唐高宗說這種話 唐高宗當然是聽他舅舅的話 心裡面可能不是願意 但是也要聽他舅舅的話 就要扁他 扁回他老家去 這個命令還沒下來 他已經聽到消息了 怎麼辦 心裡面急 有時候找個相片先生 想辦法 這相片先生 相片先生姓杜 來給他看 看了有半小時 然後說出一句話來 立直歌唱 說這麼一句話 這個李毅甫這個人是能文章的人 當然是很有智慧的人 很快的就明白是有四個字的意思了 這個時候有什麼事情呢 當時政府裡面呢 為了一件事很頭疼 就是唐高宗要廢這個王皇后 要立著武在天為皇后 這件事長選無疾反對 很多人都反對 很多的大神都反對 那麼這個唐高宗就沒有主意了 但是不是怎麼樣做才對 就是在這裡在醞釀這件事 當然李毅甫也會知道嘛 知道嗎 他就從這個相片先生說這句話 立一直歌唱 直歌是武 文武的武 那時候他就明白了 他是做過唐高宗的老師了 所以他隨時去見唐高宗 就向唐高宗說 你立武在天為皇后 是老百姓的心願 哎呀唐高宗聽見這句話 非常的快樂 哎就不管了 長春無疾這些人反對都不管了 就是立武在天為皇后了 隔了多久不知道 李毅甫就做了相 做了右相 做了宰相了 做了國務中立了 真是厲害了 真是厲害 做了宰相了 他應該好好做吧 能寫文章應該說是有的智慧嘛 但是這個也不是 哎呀他就是這個 坎武坎的派別厲害 好像他又受又得到了一個權利 就是應命官 好像是權虛部類似這樣的職位的地方 應命啊什麼官的時候 要他來普載這件事 所以很多人呢 就向他走他這條門路的時候 他要同意 你就可以做官了 他中這裡就發了很多財 隔了多久 以前給他下面的那個人 主動的要求再給他下面 那麼就給他看了 不說話 至少要看了半小時好像 然後說了這句話 說是你不超過二十天 要有牢獄之災 哎呀都不得了 但是這個怎麼辦呢 其實你做這心虛呀 其實你做了壞事做太多了啊 不需要別人說呀 你應該明白嘛 但是他就是仗著武在天呢 武在天支持他 但是湯高中支持他呀 他就是一點沒有顧慮的 做了很多的不合道理的事情 他家裡的人都是官 這個時候 他問這個下面先生 究竟怎麼能夠解除這個災難 不要到牢獄裡面去 這個下面先生說啊 你能夠施捨兩千萬斤 施捨出去 這個災難就過去了 當然沒有錢的人 兩千萬不得了 他是不算一回事 但是他也是捨不得 他就是更努力的去貪污 然後就把這千萬施捨 就是這樣做法 結果過了多久的時候 有一天湯高中向他說 說很多人說你的壞話 說你貪污啊 很厲害 你收斂一點 你看這是 湯高中這句話是很非常的呀 客氣了 別人說你壞話的時候 我給你掩刺 你自己要收斂一點 然後這個李衣服說 誰說我壞話 黃帝說我說你就是我說的 不可以吧 你還要問是誰說的 然後這個李衣服 一站起來就走了 就是對湯高中 一點也沒有領情 就這樣的第二天 就有用來把他帶過來 放送給牢獄去了 他還行是 湯高中怕午在天 他就拿湯高中不放在眼內了 然後就把他唇甲都 都扁到 扁回老十山去了 後來他很 也憂鬱的就死掉了 江財這句話 皆如載淫靜 而無車馬軒 問君何能耳 心願地字片 一切的遭遇 是你內心的反應 也就是你的行為的反應 這句話是真是不虚了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佛教徒 不管是我們出家的佛教徒 在家的佛教徒 從教義的學習 要認識到這件事 一切的遭遇 是你內心的反應 但是內心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不通過身口 內心的活動 一個是通過身口 你在有行動的時候 也是你內心的動作 不然的話 你不會有行為的 你說話的時候 也就表示你內心的活動 所以完全是心的作用 可是通過了身口 你這樣的活動 就變成了業力 但是佛法裡面 又有所謂定慧 當然這是內心的業力 所以總而言之 通過身口不通過身口 你心裡面的活動 就有力量 你將來的遭遇 就是將來的國報 也就從這裡出來的 所以我們佛教徒 要注意這一點 所以一定要具足五種功德 信、戒、文、社、慧 我們對佛法也要信心 而且要慈戒 有過失的事情 不可以做 有罪過的事情 你不可以做 信戒 文 對佛法要努力的學習 努力的學習 這個蛇 這個蛇是什麼 就是慈悲心 要加強自己的慈悲心 我遇見神門境界的時候 用慈悲心去看那件事 你不要用称心 不要用貪心、称心去看那件事 要用慈悲心 要用智慧 信、戒、文、社、慧 智慧去觀察 努力的栽培自己的善根 我以前聽見一個人說 從那摩摩法師有五百年的道行 怎麼說這麼的 但是我看那個法師的道行怎麼樣 不敢講怎麼樣 這什麼意思呢 善根是不容易栽培的 不容易栽培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栽培善根 叫自己的善根有力量 你如果你自己用的這個心力 很福、很輕福的 你很輕福的 那麼你的栽培善根 他就沒有力量 我們看那個 舍利夫尊者的徒弟 叫純陀尊者 他前生五百世做狗 那個因緣上 為什麼他做狗呢 他以前做必修的時候 他罵在禅堂裡 罵那個 罵另外一個阿羅漢必修 罵那個阿羅漢是狗 他以後自己做狗了 為什麼他在憤怒的時候啊 他去罵那個人 他用的心力很強很強的 就是一句話 走五百世做狗 但是我們要是 栽培善根的時候 你看你用多少力量 力量怎麼樣 道理是一樣 你肯努力也決定就有成就 如果你不努力 不努力 不努力就沒有成就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呢 要努力的栽培善根 其實就是五字 信戒文社會 這裡邊有慈悲有智慧 慈悲智慧裡面也有定 還有戒 有戒定慧 有信 有佛法的信心 這樣子啊 我們就容易得泄脫 從這個苦惱的境界裡面 泄脫出來 世間上有很多的事情啊 令人迷惑 江財說禮服 做了官以後 就是貪財啊 也要用文章寫得好 也是前生有的栽培 可能今生啊 很努力 文章寫得好 但是因為自己的貪心太大啊 很多啊 不合乎 不合法 所以自己又垮太了 所以我們現在 佛法裡面告訴我們 有這個戒 所有不應該做的事情 不要做 然後應該做的事情 努力栽培 這樣子啊 我們就容易有成就 一陣子 那一陣子 也別忘了